搭飛機出國 在空中一趟就是好幾小時 什麼能做 什麼又不該做呢 一直按那個服務鈴 然後一直叫空服員過來 一下子要彈機 一下子要熱水 提早點餐嗎 預備起來要安全檢查 變成他們要先送餐 搭飛機當自己家 恐怕一不小心就惹毛空服員 有空姐就透露 等乘客吃完飯要收餐盤了 有人會自以為貼心幫忙疊起來 但疊太高 堂子菜渣容易灑出來 最後還得花三倍時間一個個分開 餐車裡面是設定一格一格的 餐盤才不會任意的噴飛啊 事實上我們是塞不進去 三格塞不進去一格的 最多人踩到的空服員地雷 全曝光 像是點一堆飲料 最後都沒喝 還一直催促要上餐 或者舉手攔截 都會造成作業不變 尤其別一開始就吵著要換位子 也別擠在走道橋 空姐也說點了特別餐 換位子又沒說 真的會找不到人 而出去玩 住飯店 有些人一遭氣床 自動把被子折得整整齊齊 但這可不是幫房屋人員 減輕工作量 日本一名房屋人員就抱怨 即使客人退房前把棉被折好 但他們還是得攤開看看 有沒有遺失物 最後都是從頭來過 還不如把被單 枕頭套 拆開放在一旁 不論是冠型用品 杯子 或者瓶裝水 使用過了就直接放著 否則被誤會是全新的 沒處理可就麻煩了 咖啡杯可能使用過之後 然後又把它倒蓋回去 還原成原來未使用過的樣子 都會造成一些 房屋員的重工的部分 入住前房間都會重新整理 但出門在外最好還是別多次依據 以免累到清潔人員 又害到其他房客 記者網站陳文軒台北報導